水泥工程实际上都是香港社会必须的工程 无论你是搞基建,你建房子,建医院,建学校 有什么不需要水泥 所以水泥工程的确是需要存在 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容易造成空气污染 因此,立例对于操作方面是否会引起空气污染 这也是相当重要 如果有这样的营运商,它真的做得不好的话 我相信政府要进行一些封闭的行动都无可厚非 但另一方面,我真的看到有些是运作得相当好 也慎防有一种所谓not in my backyard 不要在学校院的思维 对于运作好的都无缘无故投诉 也造成对他们很不公平的滋扰 但是再重新,如果真的运作不良引起污染 引许周遭的环境遭到破坏 这就是我们绝对不容许的 所以这个收紧,我是贊成的 第二方面,对于什么叫水泥工程的定义 其实刚才那个投影片里面都尽量去解释 我知道在咨询的初期,也真的有一些业界的朋友 表示有点担心的 如果你定义到一般根本就不是水泥厂 而是在建造工程里面 需要将相关的一些水泥工序 都变成水泥厂的管制的话 它就搞不定了 但我刚才看你所显示的资料 似乎都已经消除了这个疑虑 那我稍后也会肯定这一点 我相信如果经过计论的咨询 业界都同意的话 那我相信这些定义 具体上来说 包括那些数字 可能业界都接受 不过你可以再澄清一下 所以这个最关键 千万不要沙尘滚滚殺错良民 将一些必需要的水泥的运作 都变成一个水泥厂的管理 这个就不理想了 不要造成沙尘滚滚殺错良民 另外对于这个指名工序的牌照审批 你们也是尽量去加快 能够是便利业界 那这个也是可取的 但是我想主席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随着香港的特别土地开发 一路路拓展 北都的计划 或者将来的中部水域填海等等 其实到时都一定需要水泥工程 需要有运营土厂 那究竟在整体规划上 如何提供适当的土地 因而可以顺利地推行这些基建 同时又不会造成对居民的资料 那这个是相当重要 我想不是单是桂局了 其实相关的几个政策局 都要量度清楚这个问题了 关于水泥厂和发展的需要方面 我们是完全知道的 所以譬如我们说的油塘 慢慢的发展和水泥厂不够的时候 我们其实早在五六年 差不多六年前开始 我们已经和这个发展局接触 变成他们会规划在其他地方 准备一些地方 来做一些水泥厂 可以在替代那里 所以在这里 我们是会和发展局 继续紧密的联系 至于你提到的 我们都很担心 我们修改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一些业界 操作上的影响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邀请同时 和业界经过很多的沟通 很详细地看过不同的情况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计划提出的时候 业界基本上 他们都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至于刚才提到的 水泥灌浆那里 一般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都可以 豁免去做这个牌照 但如果有好几步的时候 它也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实际上 在发的牌照的过程 我们可以免除去做一些空气质素 一些评估 变成实际上的申请过程 都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所以我相信 可以平衡到 业界的运作需要 以及我们真的要加强管制的需要 那两方面 谢谢大家